黃毓民議員 主席 擴大中產人口比例是一個偽命題 香港一眾權貴 眼淚只是金錢 將所有價值都用來量化 什麼叫中產呢?請問 為什麼要強調是比例呢? 面對完全無法控制 瘋狂飆升的樓價和物價 港共政權就闊老爛尼,任由市民自生自滅 香港彷彿回復森林法則若欲強食 利益集團的收入增加只是源於剝削低下階層的生產價值 造成市民人人自危,明哲補身 如果是這樣擴大中產比例,市民又有什麼用? 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年薪近四百萬,他又說自己是中產 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當年也說那些一萬至兩萬的 那些月入一萬至兩萬的 那些又是中產 不同的學術機構或社會言達 都想為中產下一個定義 基層下一個定義 不斷標籤市民 以往上層、中產、草根 不僅在學校生活、住所裡 都敬畏分明 現在香港更趨於兩極化 政府應該重新審視香港社會 價值應該往雅一的方向走 我們對香港這個城市的想像 到底是什麼呢? 像台灣、日本 共善、和諧、小康的公民社會 在他們國民心中的生活信仰和態度 就不是中共那套 發展就是硬道理 共產黨 都向右轉 那裡才是淒涼 說發展 全球幸福指數 一個統計 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排名是67位 是人均GDP三萬美元以上國家與地區之中 少數排名不入前三十名的所謂發達地區 一種幸福的生活方式 並不是用錢可以衡量的 全球幸福指數的調查是根據以下五項 作量化的研究 第一 要有目標的幸福 喜歡每日做的事 亦對自己的目標感到有動力 第二 社會上的幸福 生活中能得到旁人的支持和關愛 第三 是經濟上的幸福 能夠掌控自己的經濟 減輕壓力的同時 亦增加安全感 第五 社區上的幸福 喜歡現在住的地方感到安全 同時對自己所屬的群體感到驕傲 還有一個就是生理上的幸福 每日有足夠的健康和精神 來完成事情 經濟上的幸福只不過是其中之一而異 香港的港共政權 這個糧匪陣營 除了賣港 中港融合之外 請問他還有甚麼目標 有甚麼願景 政府不斷標籤各個階層 分化社會就為了方便管治 說甚麼幸福 而香港的權貴不斷混淆視聽 繼續塑造一種錯誤的價值觀 例如置業 總之有樓便可以 這樣便可以成為中產 只不過是鞏固地產霸權的千秋萬代 的伎倆 有位著名的網絡遊戲家鄭立 有一篇文章叫《炒房與鴉片》 我引述一段 他說長期依賴地產和租金收入的人 如果對社會沒有主動責任感 慢慢便失去工作的能力 你不能期望他們學會寫出一個軟體 亦不能期望他們會研究最新的科學理論 亦無法期望他們會多學幾種語文 觀察適應國際市場 因為他們不需要 亦能活得肥肥白白 變得自私自利 麻木遲鈍 掌握資源的人不創造 創造的人沒有資源 這樣的事情在人類社會 都發生過上千次了 每個文明的衰落和腐敗都是這樣的 引述完畢 即使增加了所謂中產的人口比例 亦不能突破當前香港的困局 香港人要釐清 為何希望成為中產 如果成為中產 就是希望安居樂業建構小康社會 置業成為中產 不是唯一的途徑 港人不需要隨著權貴的拍子起步 一個最正常發達的國家 有最有錢和最貧窮的人口 可能佔總人口的兩三成 所謂中產應該佔人口的大多數 但根據 去年統計處的調查 香港有28% 大約140萬人口 月入超過四萬元 同時也有30%的勞動人口 月入低於一萬四千元 窮人 和有錢人的比例竟然相約 而所謂中產的比例只有三成多 去年10月 金管各界季報指出 供款佔家庭入息中位數比例 單季升四個百分點至65.9% 即是月入三萬元的中產 一個月就要兩萬元拿去供款 還要供養父母、子女、旅遊 日常開支 因此面對瘋狂飆升的樓價 以收入來定義中產 根本是毫無意義 擴大中產人口比例 將港人牢牢鑿鎖進地產霸權 移除的框架之內 將房屋和投資婚姻生活 一起捆綁 成為中產 就是早日脫離苦海 造成有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對立 現在的年輕人 已經不吃你這一套 做不做中產 對他們來說不是重點 他們就是要奮勇抗爭 當家作主 四十年代 《差里卓別寧自導自演》的一部電影《大獨裁者》 其中一段對白是這麼說的 你擁有權力能夠創造法制 你們能夠創造幸福 你們擁有能力使生命自由而且美麗 讓生命成為精彩絕倫的冒險 權貴解放自己 卻勞役人民 讓我們奮鬥、訴除障礙 讓我們為理性的世界而戰 香港人 應該奮起抗爭 撥亂反正 打倒專權政治體制 建立更公平 公義的社會 主席 本席僅此陳詞 關於是 我會想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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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